赵丽颖复工状态爆炸,新上任辣妈这么贫,赵丽颖挣奶粉钱,我们看到的还是赵丽颖最可爱的一面。 这证明赵丽颖婚后生活过得很是幸福,并且在赵丽颖怀孕期间所传出的抑郁症是真是假故的而知。 但是看赵丽颖的状态,倒是不太像是,如果有,也已经好了。 毕竟产后抑郁只要家里人注意,有足够的关怀,是可以治好的。 看着赵丽颖满血归来,萤火虫一定会很高兴,毕竟又可以有新巨追了,又可以有赵丽颖的消息了。 为什么赵丽颖在生过孩子之后这么着急付出,我想原因一定是和孩子有关的吧。 毕竟养一个孩子是一笔不小的开销,为了孩子的奶粉钱,赵丽颖也会努力,毕竟赵丽颖是一个有实力的人。